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话题是来聊聊 现在是不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我们之前也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的采访 我们来听听地产经纪人和普通民众是怎么看的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说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我感觉从大的环境来说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我感觉应该是好的时机 因为它的房屋利率好像现在比较低 3.25 3.5 3.75 你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现在的供需不平衡 供给量很少 但是需求很高 反正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升就是跌 那一跌到这个程度 那反弹的机会是80% 现在纽约在曼哈顿 确实是买房的好时机 房子太便宜了 叫白菜家 我觉得现在是买房最佳时机 有多快要买多快 我觉得现在房价比较低 然后历史上比较低 所以我觉得现在买市应该是一个好机会 秦教授 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视频 很多人认为 现在确实是一个买房的最佳时机 他们很多观点认为 现在是利率特别低 所以这是买房入市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你认为这个问题怎么看 联储会最近公布的基准利率是3.25 这确实是联储会50年来的最低数 那么在最高时期 1980年 这个利率曾经达到21.5% 那么同样的 在2007年房价 也可以说最高的时候 曾经达到7.5% 所以联储会现在推行的这个3.25基准利率 如果你考虑到通货膨胀的话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利率的 免费把钱借给你投资 那为什么现在联储会要推出 这么一个长时机的一个低率的政策 这跟我们美国现在的经济状态 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的经济 处于低密状态 那么劳工市场也是一样的 出现很糟糕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这个8%的失业率 已经持续到5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 那么投资者的信心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那么联储局的话 它为了联储局实际上就是我们政府了 它为了刺激经济 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人们去投资 来刺激经济的话 那么投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 投资就是来降低投资人的成本 那么投资人的成本 我们投资我们通常都是从银行去贷款 贷款当然就要还利息 实际上贷款利息是投资人的最主要的成本之一 所以为了鼓励你去投资的话 那当然要降低你的投资成本 就是降低你的利息 所以说那么老百姓去买房子的话 对 这个老百姓买房这个利率低和投资的利率低 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因为它美国的整个这个联储的联储会的这个 基准利率是对任何一个样贷款 就是你不管你是投资贷款 你是购房贷款 你都可以拥有这个低利率的这种贷款利率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是专门针对我们买房子的 就是说联储会也是推出了一个15年免递税的政策 就是在布什政府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这个免税的政策 这个免税政策的话 我认为就是到了2013年的话 过后可能算是到期到过后 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因为看我们现在这个经济走向的话 胆期之类的话 迅速恢复的话是不现实的 对 我还注意到最近有一个这么一个现象 也就是海外的资金 现在正要大量的投入到美国的房地产 那个就对我们现在的 在当地的民众买房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应该这样讲的话 我们就是说海外的话 我们就是课题谈太远了 我们就谈我们华人 谈我们中国的话 我觉得比较对我们观众可能会有兴趣一些 那么我们知道从大环境来看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 那么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 在未来十年之内的话 中国的经济还是仍然非常强劲的 在这样的强劲的经济的驱动下的话 中国的新富阶层不断地成长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美国为了带动本国的经济吧 那么也是很欢迎我们中国人来美国来投资 华人吧 那美国不管是投资也好买房子也好 都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将来的这个签证政策肯定会宽松 那么我们肯定会有一批新的所谓的 新富阶层 新富阶层会移入美国来吧 那么我们纽约当然是一个首选城市吧 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城市 大家都会积极涌向我们这个城市来 这样一来的话 对我们整个这一代的房地产的话 有极大的影响 因为需求一增加的话 房产肯定会增值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用我的观念来看的话 是一件好事情 为什么我们都希望居住在一个很繁华的区域 人一多一繁华 对不对 就算是房价上升的话 我们也应该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中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这是说现在左手去买房子的话 将来回升的这种趋势是很强劲的 这种增值的趋势是未来是可以预期到的 秦教授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析点评 确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和你的一些观点 不过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我们之前采访了一些观众 他们有些问题要问 我们来看看 我正在准备买房 然后的话 但现在利率好像挺低的 它这样利率会维持多久 因为我在准备这个钱的话 我想说如果能维持到越久的话 我可能对我更有好处一些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那个房子一直在房价有涨有跌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说 这个房子最终的会不会那个房价一直往上涨 我主要在常常听到一些广告 或者是说买房子现在有免递税 15年 20年这个 那现在一般我听到的都是新房子 但是我有个想法 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有这种免递税的优惠 其实你看刚才很多的观众提了一些很多问题 我记得第一个的市民他们问了 现在这个超低利率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他可能现在正在筹钱买房子 很担心这个利率就不能延迟到他买房的那个时候 你是怎么看 这个利率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这么低 我认为这个利率至少会持续3到4年低利率 可能会至少持续3到4年 因为你知道我们美国的这个经济复苏需要一个过程 不是一下子就能迅速复苏的 对 那第二个这个朋友问的问题说 从长期来看 这个房价到底会不会一直涨上去 他很担心他自己的房子贬值 那当然这是肯定的 如果说你这个长期是50年到80年的话 那一定是一直涨下去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才谈过了 这个房价有一个经济规律 通常的增长10到15年过后 可能会出现两到三年的下跌 然后继续增长 那种的趋势 从长远来讲 如果说50年这种长远来看的话 那一定是真的 那第三个朋友问的问题是 这个免地税的具体的政策 也就是说 是不是只有新房才有免地税 而且只是免15年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来看 免地税是对新房15年的免地税 那么按照我们当时的政策来讲 这个免地税政策可能到13年 可能会结束 按现在人们的这种股散的话 可能这个政策会继续延续下去 那么我想跟大家特别的强调一点的话 实际上免地税 表面上看是对新开工的房子免地税 实际上对二手房也有直接影响 那么一个二手房 本来它是准备卖40万的 一个新房子免地税变成了40万 那么这个二手房只能降价 它也可能会变成了37万38万 也就是说在免地税的情况下 即便你去买二手房的话 也是个这家实际 那谢谢秦教授今天为我们做的回答 我也希望这个提问的观众 也能得到你们满意的答案 本期嘉宾观点 房价回升趋势在未来几年将表现强劲 保值产品选择 房产比黄金更胜一筹 15年免地税政策延期可能性很大 现在是不是陆氏买房的最佳时期 本期的嘉宾为大家提供了一些观点和建议 当然观众朋友会有自己的判断 不过你一旦决定投资房产以后 买房钱的诸多准备也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下期的节目将要讨论 买房钱你要做好哪些准备 另外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请来资深经纪人 贷款专员 地产律师 厌房师等专业人士 帮你了解买房的程序 谈谈如何选择徐区房 华人贷款中 常犯的错误 如何筹集首期款等热点话题 安家纽约这个节目 就是要推进您的生活 听到您的声音 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想讨论的话题 都可以通过电话 写信 Email或上网的方式与我们联系 此外 十分欢迎您通过 Facebook和Twitter加入我们节目的社区 一同交流分享纽约和地产的资讯和心得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安家纽约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